沙石车翻覆逗逃灾 横切路中央 车头严重变形 沙石都倾倒在路上 而驾驶卡在里头动弹不得 速冻吊车跟时间赛跑 拉起车头要赶紧让驾驶脱困 事发在18号半五点多 63岁离姓驾驶开沙石车 行经花莲台11丙线 寿风向平河村路段 突然自撞中央风格岛翻车 转向车横躺在路中央四轮朝天 车头挤压变形 车窗不见 车壳零件四散 离姓驾驶被救出时 没有生命迹象 松衣急救已经恢复呼吸心跳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救治中 没有脱离险境 沙石车这一撞也一度中断北上交通 远景调拨南下车道 直到七点多事故现场才排除 恢复双向通行 由于这路端没有监视器 车祸发生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幸好有热心民众协助出动脱掉车 驾驶才得以脱困 TVBS新闻高中的廖子片花莲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